其实我们要把镜头转向台湾 在过去一个多星期来呢 台湾社会都在讨论一起案件 那就是台湾的陆军士兵洪仲秋 他在禁闭期间呢 怀疑遭到虐待 被操练过度而死亡的案子 那么这起案子 除了引发民众的大规模抗议 它也导致了台湾的高层 是多次公开道歉 那么最新动态 我们现在就通过skype 来与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 丽雅进行连线 丽雅你好 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知道这个台湾士兵之死啊 案件已经过去了20天了 那目前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呢 是的 玉文你好 今天一个最新的进展呢 就是洪仲秋的姐姐洪慈雍 今天到这个在律师的陪同下 去台湾桃园地方检查局 去投交 递交一个诉状 尽管这个他没有指定被告 因为就是家属 还有台湾的民众呢 对于这个军方检查署 对这个洪仲秋案的这个调查 还有一些说法都感到非常的不满 所以他们就是这个洪仲秋的家属呢 希望通过借由这个地方检查署的介入呢 能够尽快的那个厘清案情 还原真相 同时呢 今天国防部在下午两点钟呢 也举行这个记者会 由这个军事最高检查署的这个检查长 曹金生来说明 这个就是洪仲秋这个案子的一个侦查的进度 他今天说明的主要的就是 针对这个案子的一个关键疑点 来做一个报告 那个案子的一个主要的疑点 就是说 在这个洪仲秋被关禁闭期间呢 这个其实禁闭室周围是有很多这个监视器 就是摄像机的 那么在关键的一个时段 有80分钟这个录像呢 就是消失了 那么这个就引起很大的一个疑力 然后那个所以就是说 现在那个这个曹金生就对这个 针对这个事情呢 做说明 他就是说 他们在那个发现这个影像消失之后呢 就立即把这个监视器的这个主机封存 然后纵交法务部去这个 就是法务部去做一个鉴定 那鉴定的报告就是说明呢 那个根本 就是说不存在人为可以去操作这个摄像机 这些摄像机的问题 同时呢就是说也 这个主机这个磁带也没有存在被删除的问题 当然这个曹金生这些说法呢 引起了这个家属 还有些民众的一些这个非议 就是说什么都是否认的这样一个说法 丽雅 我想最后我们剩一点时间 我还想请你简短谈一下 我们知道台湾的高层啊 多次针对这个事件进行道歉 台湾民众在上个周末也有三万人走上街头为此抗议 到底这整个事件可能带来哪些影响呢 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正从这个征兵制 要走向募兵制 会不会对这些制度未来的发展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我想是的 就是这个事情呢 应该说可以引起了台湾前社会 对军中这个人权问题的关注 所以现在也引发了一系列后续的一个反弹 包括这个民进党团呢 就是也成了一些关注军中人权与保障的这种小组 然后社会上一些那个民众来组成一些团体 一个要求就是这个追究军中这种存在的人权的问题 要求就是讨还一个真相 同时我想这个案子也会鼓励一些 以前出现过类似案子的这些家属也出来讨还一个公当 那今天在国防部就有一些人在那静坐 国防部副部长也出面来接见这些家人 那你刚刚提到这个台湾的募兵制 因为这个就像洪仲秋的妈妈所说的 就是一个好好的人 然后去军中服役 结果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回来 所以相信就肯定对那个台湾的这些家长 一些孩子 他们就说以后谁还敢去参军服役 所以我相信会对这个募兵制会那个会造成影响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丽雅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 那么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相关报道的内容 也欢迎您登入美国基金中文网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